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些天李克强频频释放强势动作 看来李克强在秋天的中共二十大接班担任总书记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现在外媒也注意到 今日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和巴基斯坦总理通电话 就说明李克全的权力抖肾 因为巴基斯坦他是一个总理制国家 巴基斯坦总理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那么李克强跟巴基斯坦的最高领导人直接通电话讨论实质性的问题 就说明了李克强重新获得了外交大权 这就是李克强权力上升的明显的信号 那么如果是李克强接班担任总书记 那么李克强卸任总理之后 又有谁来接班当总理呢 现在看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开始浮出水面了 就是汪洋在媒体上频频高调出镜 就意味着汪洋接班当总理的可能性是相当大 我们看5月17号人民日报头版 在李克强和巴基斯坦总理通电话的新闻下面 紧接着就是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的新闻 人民日报是给了汪洋相当大的版面报道 那么人民日报报道新闻的版面大小是一种新闻待遇 因为你这个版面是可大可小 文字的字数是可多可少 他要给你报道多大版面多少文字 就是给你多大的新闻待遇 那么现在人民日报给汪洋这么高的新闻待遇 也就暗示汪洋的地位他将更上一层楼 同时今天5月17号 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专题协商会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 熟悉中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 在北京经济是属于国务院主管的 汪洋高调主持召开一个全国政协会议 去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这就涉嫌要干涉国务院的权限 那么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会议 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所以就让人感到好像非同寻常 有点不可思议 更有意思的是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居然也来参加 汪洋主持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还发表讲话 来给汪洋捧场 这就让人感到更不可思议了 因为国务院系统和全国政协系统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 一般来说 全国政协会议的国务院的人是不应该参加的 国务院的人更不应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打个比方 比如说公安部和国防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如果公安部部长召开会议的时候 国防部的副部长前来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这让人们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国防部的人不应该对公安部的事情说三道四 所以公安部部长召开会议 国防部副部长前来出席并发表讲话 那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表示国防部要力挺公安部部长 前来给公安部部长捧场 表示对他的支持 同样的道理 这次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来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也就是表示国务院要力挺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刘鹤来给汪洋捧场 那么国务院力挺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也就是暗示说汪洋要成为下一任的国务院总理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呢 是这一次汪洋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 他并不是一个通过互联网的视频会议 而是一个面对面的实体会议 而且是一个大规模的会议 有近百人参加 大家都知道现在北京的疫情可以说相当严重 一部分地方都封城了嘛 所以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 汪洋不应该现在在北京召开这种 近百人的大规模实体会议 这是违背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的嘛 所以呢 这次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北京当前疫情相当严重的情况下 汪洋在北京高调召开一个 有近百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全国政协的实体会议 不但是违背动态清零政策 也是对习近平这个动态清零打脸了嘛 另外呢 从现在的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来看 汪洋接班担任总理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人选 在目前政治局常委排名当中 总书记习近平排名第一位 总理李克强排名第二位 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排名第三位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排名第四位 按照中共内定的七上八下规矩 就是说67岁还可以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68岁以上就必须退休 就不能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今年习近平69岁 栗战书72岁 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按照规矩要退休 而李克强今年67岁 汪洋也是67岁 所以他们两个人还可以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习近平和栗战书退休之后 李克强就变成了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常委 汪洋就变成了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 所以在习近平和栗战书退休之后 李克强接班担任第一把手总书记 汪洋接班担任第二把手总理 就是一个最没有争议的 最水稻渠成的人选 也就是说他们这样子接班的就不需要搞一个新的 就是额外的中共中央决议的 如果是其他人要当总理的话 那那个排名第二位的汪洋怎么办呢 你怎么安排汪洋啊 所以呢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这个中共中央的决议 要让一个新人来超越排名第二位的汪洋去担任总理 在中共党内当前内斗很激烈的情况下 你要搞出一个新的人选 用一个新人出来担任总理 还要搞一个额外的中共中央决议 这些事情相当不容易做 所以呢 让汪洋水稻渠成来担任国务院总理 是可以减少内斗 也是当前中共党内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人选 我们这里就盘点一下 目前7名中共的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去留问题 第一位的习近平是1953年生 今年69岁 他是需要退休的 排名第二的李克强 1955年生 他是67岁 可以连任 排名第三的栗战书是1950年生 今年72岁是需要退休 排名第四的汪洋 55年生 67岁也是可以连任 排名第五的王沪宁也是1955年生 67岁也可以连任 排名第六的赵乐际是1957年生 今年65岁是可以连任 而排名第七的韩正是1954年生 今年68岁是需要退休的 也就是说按照中共党内七上八下的规矩 习近平 栗战书和韩正三个人是需要退休的 其他四个常委是可以继续连任 那么在习近平栗战书 韩正三个人退休之后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就变成了 李克强排名第一 汪洋排名第二 王沪宁排名第三 赵乐际排名第四 那么现在北京这个政治体制当中 四个最重要的职务呢 第一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第二个是国务院总理 第三个是全国人大委员长 第四个是全国政协主席 那么因此呢 排名第一的李克强就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排名第二的汪洋升任国务院总理 排名第三的王沪宁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排名第四的赵乐际升任全国政协主席 这样的一个人选呢 就是最没有争议的 最容易水到渠成 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人选 那么这里再稍微大胆的预测一下 中共的二十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班子 总书记就是李克强 那是上一届的老人呢 总理是汪洋 也是上一届的老人 全国人大委员长是王沪宁 他也是上一届的老人 全国政协主席昭乐际也是上一届的老人 那么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呢 就是一个待定的新人 中纪委书记也是待定的新人 还有常务国务院副总理也是待定的新人 习近平啊 则有可能保留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呢从中央政治局退休 就是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了 总而言之嘛 近来呢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媒体上高频出镜 就意味着汪洋接班总理的可能性相当大 而且呢 目前情况来看呢 汪洋接班担任国务院总理 是争议最小 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人选 他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 不需要额外搞中共中央决议的人选 当然了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变数呢 还有很多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